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一开始觉得画家就是艺术家 艺术家就是画家 所以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画家 但你画了很多年你发现 它已经不是艺术 它几乎是一个对于你整个人 人生的一种体股 包括这个层次的变化 包括我们人这么多年所观察 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触及到 实际上所以说就是 会动的房间 并不是指一个 保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 而是说对某种东西的不确定性